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2月18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看新闻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到了澳门了 他会在澳门待三天 昨天呢,他在三亚参加了那个航空母舰 中国呢,第一次自我设计,自我生产的航空母舰交付的仪式 在三亚举行 昨天呢,我也做了一个视频,关于这个航空母舰的 很振奋人心啊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拥有两个以上的航空母舰 其实中国如果是提前一个礼拜的话 中国就是第二个 现在呢,中国是第三个 因为呢,跟美国是没法比了,对吧 美国早就有两个以上的航空母舰 美国现在呢,有十几个航空母舰 但是呢,拥有两个的国家呢 上个礼拜,英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交付 然后呢,中国这个一个星期以后,落后了一个星期 第二艘航空母舰开始服役 比这个当然是没有意义了啊 中国肯定是不跟英国比,要跟英国比的话就提前一点 因为早就已经下水了 早就已经开始施航好长时间了 好,今天早上呢,看新闻 就被澳门刷屏啊 我呢,看了澳门的一些节目呢 就了解到澳门 澳门简直不得了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介绍啊 澳门的人均GDP 2018年是全球第二 然后2019年呢,预计还会是全球第二 但是呢,世界货币基金 他们就预计到2020年 澳门的人均GDP一定会超过卡达尔 成为全球的第一 而且2020年之后 世界货币基金也预计说 2020以后呢 这个澳门的人均GDP会和第二名的卡达尔拉开距离 而且这个距离呢,会越来越大 以至于呢,到最后澳门永远都无人可以超过 我不知道这世界货币基金 他们有没有考虑到 现在中国大陆 从20号开始 习近平会宣布一系列的 对澳门的扶持政策 如果再加上对澳门的扶持政策的话 澳门无人能比 澳门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共产主义 大家信不信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澳门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政府 它给全民发钱啊 听说过没有 我以前也听说过 我就觉得好像说 这是造谣呢吧 这是胡说呢吧 就好像有很多人宣传加拿大一样 把加拿大说的跟官似的 好像加拿大遍地都是钱 加拿大就光有工作职位 没有人来干活 非常缺人 你来了以后 这个工作随便你挑 随便你捡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我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我再也不相信那些宣传了 但是呢 我今天早上看呢 是中央电视台在澳门设了演播室 然后他们就采访澳门当地人 是采访他们澳门当地的立法会议员呀 这个立法会议员呢 就说是真的是真的 他们的老人呢 不仅能得到老人金 他们能得到各种名目的福利 老年人还有水果金呢 你能想象到吗 加拿大有一个小孩的牛奶金 已经够牛的了 让好多中国人羡慕得不得了 好多人都冲着这个加拿大的牛奶金来的 可是加拿大的牛奶金呢 并不是说人人有份 并不是说每个小孩都有份的 看你的家庭收入 你的家庭收入 如果是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呢 他不给你的 得低到一定的程度才给 而且呢 还要看不同的收入的程度呢 低的不同的程度 然后会有不同的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儿子是十岁来的嘛 是可以拿牛奶金的 我们最多的时候 就一开始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是拿了一百多块钱吧 一个月 然后后来我们工作了 随着工作收入越来越多 很快就拿不到了 并不是全民发的 而且发的也不多 那我今天这视频呢 就想带大家来看一下 他们澳门人到底能拿到多少的福利 拿到什么样的福利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澳门居民的福利这么多 算一算也是罪了 他说发钱继续发钱 不久前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在公布明年财政预算时宣布 持续了七年的现金红利 将继续分发给澳门市民 其中由永久性的居民 每人发放九千元 非永久性的居民 每人发放五千四百元 永久性的居民就是绿卡呀 如果你拿他的护照的话呢 你如果是能拿当地护照的 这就叫公民 如果你不能拿当地护照的 这叫永久居民 可能对澳门来说 就只有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 可能就没有入籍这一说 我估计啊 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反正他永久居民呢 每人会发放呢九千元 什么叫非永久居民呢 你是到那里短期访问的 或者你探亲访友啊 或者你留学呀 或者你在那临时工作呀 这些呢就叫非永久性的居民 每人发放五千四百元 你听了这个 你是不是想去呀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是说哎你去旅游一趟 你就是非永久居民 他就给你发钱 不会应该不会 肯定是有条件的 你可能在那工作多长时间 或者上学多长时间 看完这一串诱人的数字 小伙伴们先别不淡定啊 要知道回归十五年来 就这篇文章写的是 应该是五年前 因为现在回归二十年了 五年前的文章啊 澳门特区政府在民生保障上 下了不少的功夫 澳门居民的福利远不止这些呢 回归十五年来 澳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居民收入也跟着层层的往上涨 1999年也就是回归的那一年 到2013年 人均月工作收入中位数 从4920元增加到12000元 发了将近三倍 居民存款从842.8亿元 上升到4324.3亿元 增长了四倍多 人们有钱了呀 有钱就存起来了 另一组数据显示 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 澳门的GDP增长了五倍 人均GDP增长了3.7倍 居民收入基本实现与GDP齐飞 同时衡量居民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 由1998年的0.43下降到2012年的0.35 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步缩小到了相对合理的水平 我今天早上还得到一个数据 澳门现在他们的失业率只有1% 1%多一点 1%一点几我忘了 没听清楚 今天早上 那个立法会委员说的 收入增长的同时 社会保障也逐渐的完善 澳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89年设立的社会保障基金 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加大了对民生保障的投入 并在2008年提出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 这个听起来就有保护感十足的双层啊 是指第一层的社会保障制度 及第二层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具体的都有哪些社会保障 他的社会保障呢 这是这样的 养老金已经有每月的1150元 调生至目前的3180元 这个已经又涨了啊 已经又涨了 我今天早上听他们立法会的议员说 现在他们的养老金呢 应该是 就是老年人 每一年给他们发放6万多 每个月基本上是6000 应该是6000不到 因为要是6000的话 应该是7万2了 对吧 他每一年是6万多 社会保障基金包括养老金 残疾续金 疾病津贴 失业津贴 丧葬津贴 你别小看这个丧葬津贴啊 在加拿大 这个是没有丧葬津贴的 据说呢 这个丧葬费是不菲啊 如果一个人 你不提前 把你的丧葬费准备出来的话 如果你死了 你的儿子女 是给你办不起这个丧礼的 出生今天 结婚今天 还有结婚今天呢 费尘癌 沉着病 赔偿 因工作关系 所引起的债权 就是说 如果说你因为工作 这个公司辞你啊 或者是甭管是什么原因吧 你引起来你的债权 但得不到保障的话 政府给你 如果是那个雇主啊 不给你 或者是呢 有纠纷 然后政府给你 这是社会保障基金 然后呢 还有社会援助 社会援助呢 就包括经济援助 最低维生指数 丧葬费 紧急援助金 灾难性援助金 这个呢 是脸葬费 不是丧葬费 前面呢 有社会保障基金里面的 丧葬津贴 那个是丧葬津贴 然后社会援助呢 是脸葬费 就是说社会保障 是一定有的 你只要你是他的公民 你就有 你是他的居民 你就有 这个中央公积金制度 是怎么回事呢 是2010年到2014年 特区政府向 美名和资格的 永久性居民 合共 最高注入 3.5万元 中国大陆 也有那个 公积金制度啊 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就有 这个公积金呢 在中国也是 政府给你付一部分 然后你自己付一部分 缴纳一部分 在澳门 凡是永久居民 政府会合共 给你注入 是3.5万元 这是 2010年到2014年 这五年间 会合共给你注入 3.5万元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公积金的个人账户 2009年 澳门政府为 每位合资格的澳门居民 开立一个公积金的 个人账户 向其中注入资金 包括鼓励性 基本款项 和每年政府拨款 目前 社会保障 已经能够覆盖 全澳的市民 澳门人 再也不用担心 退休后的 基本保障了 并且 这个制度呢 还在不断的加料中 是啊 前面说的 他养老金 已经从 1100多 增加到了 3000多 现在已经是 6000多了 那个议员说 他们的养老金 每一年 是发放6万多的吗 并且 这个制度 还在不断加料中 就加到 现在这个程度 澳门特区政府 从2013年开始 向社会保障基金 额外注资 分4年 共注资 370亿元 并且将 每年从博彩 经营 毛收入 3%的款项中 拨入社会保障基金 的比率 由60% 增加到75% 居民的养老金 也有 每月的 1150 速度 调升至 3180 现在已经是 5000多了 除了 社保和 公积金 澳门的福利 还有另一个大招 直接发钱 从2008年开始 澳门政府的 现金分享计划 天哪 听起来 多么的诱人呢 现金分享 已进行了 7年了 从2008年开始 已进行了 7年了 澳门人正在用 实实在在的 荷包 感受着 政府 藏富于民的政策 现在 永久性居民 每人 已经能够 拿到 9000元 非永久性居民 每人能拿到 5400元 这个非永久性居民呢 一定是 你得给社会 做了贡献 你要是 光去旅游 肯定是不行的 你得跟着工作 比如你要工作 对不对 你就为社会 做贡献嘛 那你要上学 也等于说 为社会 做贡献 或者你当时 为缴纳学费啊 或者是你将来 会为社会 做贡献 所以呢 会发一些钱 给予奖励 或者补助 那么 问题来了 过去一年中 澳门人到底 拿了多少福利呢 以老人为例 一年就可以拿到 敬老金 7000元 13个月的养老金 39000元 啊 他这养老金 一年可以拿13个月 就是说 他现在说 一年能拿到6万多 应该除以13 才是他的每个月的 现金分享 9000元 个人公积金 7000元 外加医疗券 还有医疗券呢 600元 共计是 62,600元 澳门币 这是五年前了 现在他们光养老金 就有6万多 他这里面养老金 是39000 然后加起来 一共是62,000 那就是23,000 是其他的 那现在6万多 加23,000 10万了啊 一个老年人 在澳门 一年可以拿到 10万澳币 至于说 其他澳门人 每年能享用的福利 小编 就已经数不过来了 这有很多呀 我大致的读一下吧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读完啊 就是全体澳门居民 甭管你是永久的 还是临时的哈 全体公民都有的 人人有份的 个人公积金账户 一次性启动金是1万 给你开这个账户呢 政府先在里面给你存1万 个人公积金账户库 额外的注入是7,000 现金分享计划 永久居民是9,000 非永久居民是5,400 医疗券是600 住宅单位电费补贴 每个月是200 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为期三年 就是你想去进修的话 每个人给你6,000元 他们的房屋要收税的 会给你免3,500元 豁免不动产 转移印花税 售300万是不收税的 哇他们那房子多贵啊 售300万不收税 不知道那房子多贵 以上呢就是人人有份的啊 然后是长者 长者净老金每年是7,000 养老金每个月3,000 这是当时的水平 现在已经多了啊 现在已经是5,000多了 学生 非高等教育 书本补贴 中学生一个学年补贴2800元 小学生一年补贴2400元 幼儿园每年补贴2000元 幼儿园也有课本啊 小小孩看的那书更贵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每一年补贴膳食费3000元 学习用品补贴2500元 小学生每一年还有2000元 然后高等教育的学习用品补贴 每一年是3000元 这个是仅限于澳门的居民 然后呢 是弱势家庭 最低生活指数补贴 一个人的家庭 就是你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给你补贴3450元一个月 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人 3450元 这应该是一个月 这是最低生活补贴 然后残疾人 如果是普通的残疾人呢 一年是7000元 特别的残疾呢 是1400元 这是残疾补贴 全职的低收入人士补贴 每人补到4700元 如果你的收入不到4700元的话 给你补到4700元 那若是群体的最低生活补贴的 3450元 那应该是额外的 还有短期食物补助计划 经济援助金 三类弱势家庭特别生活 今天特别补助 社屋租户等等 有些不是很清楚说的 有些不是很清楚 我们知道个大概就行了 我们又不是去领 对不对 你要去领的话 你要是澳门居民去领的话 你应该搞清楚吧 教育方面 澳门从2007年起实行了 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的免费教育 这我今天早晨也听他们那个立法会的议员说了 15年的免费教育 而且他是直升啊 并没有什么中考高考一概都没有的 就直升 一共15年吧 应该是幼儿园三年 然后之后呢 从小学一年级到12年级吧 一般的都是 一共15年 比回归前延长了6年 之前是9年制义务教育 跟中国大陆一样 中国大陆是9年制义务教育 加拿大这点好 加拿大是12年义务教育 你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 到高中毕业 都是免费的 但是呢 幼儿园还是蛮贵的 好多如果是家里面挣钱少了的话 上幼儿园就上不起 还不如不上呢 一般的来说 有的时候呢 就是家里面安排轮流看这个孩子 不去上那个幼儿园 太贵了 因为我没有过小孩上幼儿园准确的数字 我不太清楚 反正那也挺贵的 在配合完善的教育体系 学有所教基本实现 最受关注的住房方面 特区政府提出了 社屋为主 经屋为辅的公共房屋发展方向 优先照顾弱势及核心家庭 到去年年底 建成的公屋已经达到了45573个 在建和规划中的公屋呢 也有12805个 现在肯定更多了 这是五年前呀 关于澳门的福利 我们现在呢 就观赏到这里 我们只能是看一看啊 一包眼福 眼馋不眼馋呢 好 这个视频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对 谢谢大家